因為我很討厭吃青椒 然後昨天媽媽就炒了青椒 然後就用湯匙就是瓦了一點 放在我的便當盒裡面 然後我就說 媽媽你怎麼拿那麼多青椒 放在我的便當盒裡面 媽媽聽了就更生氣 說我為了你的身體多放一些青椒 這樣子有什麼不好 然後她又弄了一些 在我的碗裡面硬要我把它吃掉 有一次我要參加樂隊 然後回家問爸爸 那爸爸說不行 我問他為什麼 他說他從小參加過樂隊 他覺得樂隊不好 我問他說哪裡不好 他說不好就是不好 那我就說 我就一直求我爸爸說 我真的很想參加樂隊 可是他說 沒有什麼理由 你就是不能去參加 那當時我覺得 我爸爸他有一種觀念就是說 他自己是爸爸 那不管他對還是錯 小孩子都要聽他的 我覺得這有點不太合理 孩子有很多行為 我們是要教導他的 但怎麼樣教導他有效 那我覺得就是 我們也許告訴孩子 我們看到他做什麼樣的行為 例如說剛剛影片裡面的 我們看到說 孩子看了這麼晚了 你還在看電視 把他這個行為要具體的描述出來 然後再告訴他說 當我看到這麼晚 你還在看電視的時候 我很擔心 我很著急 告訴孩子 我們父母的自己的感受 這樣子的擔心 有什麼影響沒 那我們覺得 是不是再清楚的告訴孩子 因為現在這麼晚了 你還在看電視 你還在做事情 那我很擔心 因為你明天可能會起不來 那起不來 我要一直叫你 那我們兩個可能會就很衝突起來 把那個行為的後果也很清楚的 告訴孩子 我為什麼要這樣子做 我為什麼要擔心 我是有理由的 而且那個擔心並不是 因為我是爸爸媽媽 所以你才要聽 並不是這種強制性的 那我覺得這樣的溝通的方式 可能也比較容易讓孩子 心服 口服 而不覺得委屈 那個就是老二 因為我們三個女兒 都是女兒 她就很扭 那每次我只要一說一句話 她就 臉色就緩了 就反正就生氣 她就覺得說 你都是在罵她 都在折背她 就拿衣服來說 她不會挑衣服 那我常常都幫她準備好 結果準備好的時候 她又嫌這個不好 你為什麼好的都給姐姐穿 他們起行都滿接近的 我就說 你現在還要再去念書 你至少穿比較保守一點 不要穿那種花俏的或什麼 然後她又嫌這個又嫌那個 那我就說 你看嘛 那不然你再去穿別的 她就一邊哭 然後一邊穿這樣 那真的是一個早上就被她搞得很不舒服 對啊 要出門了 你還搞這種遊戲 然後我們一次都 只要說一句話 她就開始就是 反正就反駁你 就覺得說你說什麼都不對 當孩子問題提出來的時候 我會覺得說 第一個我們要用心聽 這個可能是我們做媽媽 往往疏忽了的 比如說她要選這件衣服 我們有沒有聽聽孩子 佩佩 你為什麼要選這件衣服 我們有沒有去用心聽聽她說什麼 第二個我滿主張的是同理 比如她選了一件衣服 我們實在真的是很不愛 可是我們可不可以同理 因為這是她的選擇 她愛 我們就說 嗯 好像感覺也不錯 那麼第三個我會覺得接納 這就是接納說 嗯 好像可以要這件衣服 可是我們真的覺得不可以 那怎麼辦 可是我們這個時候就要討論 嗯 孩子很有她自己的看法 那麼這個時候有時候看法 是她拉不下臉來 要為自己撐面子的一種說法 那麼有一種她是 確實是這樣子認為的方法 那麼我們不妨還是 很心平氣和的跟她討論 那麼討論過程當中 我們就運用到這個分析 那麼分析的話 就是可能的結果就是 哦 這件衣服穿出來 可能會得到什麼樣的結果 那麼最後可能 會有的結果是什麼呢 那可能的結果 最好的結果就是 嗯 她說 好 我要換一件 哇 那真是太棒了 對 她就說 哦 真是很不錯 你好棒 那也很可能說 不 我還是要穿這一件 假如孩子真認為 他非要穿這一件不可 我們為什麼不就讓他穿穿看呢 嗯 沒有什麼關係嘛 那麼穿出去的結果 很可能她會得到人家的讚美 那表示我們錯了 那麼也很可能她會得到別人的批評說 哎 佩佩 今天死神結婚 你怎麼穿件這樣的衣服呢 哦 她馬上醒悟到說 媽媽當時跟我討論 我沒有聽媽媽的 是媽媽錯 可是這個時候做媽媽的千萬不要得理不饒 你看嘛 你就不聽我的 對 你不聽我的 她要說 哦 你看 佩佩 真的是這樣 跟我們當時的想法好像有點不同 把這個過錯我們也幫她成一半 哇 孩子就覺得媽媽好窩心哦 好可愛哦 她一定會摟著你說 媽媽 你真好我下次要聽你的 我相信這樣孩子一定跟你同一條心 要不要試試看 謝謝 如果我是爸爸 我會先 我不會用打過罵去教訓我孩子 我會先聽我的孩子的理由 才去用溫和的方式去說他 而不是像現在大人都是直接用罵打 讓小孩子 讓小孩子對父母的意義上只有打和罵 我不會用強勢 這樣子就是說 就是我是爸爸 你就是要聽我的 因為我會很尊重他的意見 如果說不尊重他的意見 他以後那什麼事都不聽我的話 那反而會更糟糕 就講一些故事給他聽啊 讓他知道父母賺錢好辛苦啊 那我在跟他講這些話的時候 最後總是會講一些 比較屬於我自己的感想嘛 那我盡量不會用你啊 一直讓你你你你你你 盡量以我 讓他感受到別人的辛苦這樣子 我提出三個心 那第一個我覺得要用心去聽 用心去聽就說 嗯 我了解 我知道 那這樣子的話去接納孩子的心聲 第二個我會覺得要用心去想 同理孩子的一個看法 一個想法 說哦 原來是這樣 啊 事情是這樣子的 那第三個我會覺得要用心去看 啊 看孩子的問題 換句話說去尊重孩子的問題 哦 這是一個問題 那麼另外我提出三個 有容乃大的量 那第一個我會覺得要搭起雙向 溝通的橋樑 我們要有接納孩子不同意見的雅量 第二個我會覺得要能夠跟隨社會的脈動 它是流行的一個社會 孩子會跟著流行去有它很多不同的想法 我們同樣要跟隨這個社會不同流行的脈動 我們要能夠緊緊的跟隨這個社會的腳步 要有這樣的一個氣量 那麼第三個我會覺得 我們做父母的要能夠放下身段 跟他面對面平等立場去對談的一個度量 我想如果能夠這樣的話 孩子會是我們親愛的寶貝 我想當孩子有一些我們覺得不可以接受 或者很生氣的行為的表現的時候 那我想我們基本上真的避免就像影片所說 不是用責備批評的一些口氣來告訴孩子 而是用一種很尊重孩子的口氣 一種我們講又溫柔但又堅定的一種口氣去告訴他 父母我看到你這個行為的時候 我的感受是什麼 那對我的影響是什麼 用這樣一種我訊息的一個表達方式 告訴孩子他這個行為哪裡不對 那那個不對是對我 對爸爸媽媽有一個什麼樣的影響 那另外就是當我們很生氣的時候 我覺得也許我們自己必須先平穩一下 我們自己的情緒 當我們在生氣的時候 我覺得有時候溝通是很難做的 一氣上來的時候很多話 可能就沒有辦法控制就講出來 當自己生氣的時候 怎麼樣讓自己情緒先平穩下來 然後再跟孩子溝通 可能會是比較良好的溝通